台瑞天后将会告别歌坛九年 在歌迷引颈期盼之下终于点头复出 主播单位在今天宣布将会很荣幸受邀 十月份的国家庆典 希望能够再次用歌声带给大家 最温暖的幸福与力量 台北市政府也发声表达诚挚的感谢 至于演唱的歌单目前仍然在讨论当中 动人歌声聚聚唱进新坎里 封麦整整九年台语歌后将会 在各界引颈期盼下终于点头宣布付出歌坛 主办单位抛出重磅好消息 表示二姐将会很荣幸受邀十月份的国庆大典 也谢谢大家让二姐有机会重拾麦克风 希望能再次用歌声带给大家最温暖的幸福与力量 而相关演出也将开始筹划执行 第一点但是国家大使这份荣耀吧 她呢又是台湾的女儿 付出呢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那是选择性的 为了整个国家的庆典付出开唱 我想台北市政府是在这边要表达的 我们诚挚的感谢 台北市长蒋万安就曾多次公开表态 希望将会可以成为大巨蛋开唱的首位艺人 而高雄市长陈其迈同样是透过管道 力邀他前往高雄开唱 究竟这回是谁说服江慧付出表演 主办单位表示是全民说服他 有全民的期待跟等待才有这个决定 对江慧来讲他很挣扎的是 我出来的话那以后这个腰那个腰 我到底是要全部答应呢还是不答应呢 我全部答应那等于我就付出了嘛 那我当初何必讲疯吗 所以呢要不要唱要不要付出 该在什么时间点这时候就很重要 国庆大典要重开金嗓主办单位直言 二姐这么多年没公开表演当然会紧张 至于演唱歌单目前仍在讨论当中 台北市官传局也将开放民众免费锁票 预计九月下旬就会公布相关细节 也让所有歌迷都相当期待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